那么这个赛季呢要是重新被教练启用 林志杰拿球就好 这边一个错位 但是我们根本就没看到 刚才这个林志杰的内球 应该是命中 这边让教练线 林志杰 林志杰很坚决 这个简单单的一个成天变相之后 就直接选择外线出手 其实也没秀成 因为一有人防守就赶紧双手持球了 林志杰拿摩斯出来挡拆 也是接不到球啊 根本没挡成 这个林志杰再次外线命中 曾经全队 林志杰走于高点 再打给林志杰看看外线出手 命中 漂亮 两分好不算 但裁判是一直在 从裁判的手势来看 好像进球没有算 应该是广煞队的一个无球犯规吧 看一下 啊 这个 哎呦 这边阿赫恩是推了一下 福布斯至今为止不是说没进攻 连出手都没有 林志杰又开始 太漂亮了 这边是找到手感 这边东莞队依然保持上半场退防很快的一个特点 但底线出了空档 林志杰直接利用身体打一个背身 漂亮 这一系列打得非常漂亮 而且很有自信 阿赫恩吃了单打 一个背后变现 这个球差一点 我们说到这几分钟东莞打得不合理 这个几次进攻对就不确 林志杰又是一个三分球 轮番发力 把比分再度的破镜 这边也是一个摸脑袋的战术 摸脑袋战术其实就很明确 调拉莫斯 林志杰外线看看有没有 漂亮 林志杰火力全开啊 我们说了吧 第一节和第三节 冯丹 刚才点到这个前场篮板的应该是张永鹏 看一下福布斯跟人持球 他们做一个高位挡拆之后 面对张凯 这速度上有明显的优势 还是 漂亮 这个福布斯传得非常漂亮 遇到包家就传到外线 遇到包家就传到外线